今天好,還是我們25歲的老闆人家 最近我們的觀念說,其實怎麼會我們的公車撥搬很嚴重? 撥搬很嚴重 那我可以看到,我們106年跟108年這兩年 我們的平均的運量差不多 問題是我們6山,多13條喔 多13條的6山 結果我們的運量沒有增加 可以把107年比較,還往下掉 我們的主要物料幹線,建國幹線、民族幹線 反正168建工幹線、全面幹線 1到3月,中國運流都全面下降 全面下跌 我們聽說是六甲武,了解這個事情 現在是我們在論壇邊管,加法羅沙全社 整理工 上禮拜遇到紅山時撥搬 16班,撥搬,感覺麻痺 0南0北16班,撥搬,撥搬,撥到很誇張 那公車不要看臉色 連運行櫃還會比較好大 現在有兩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是公車撥搬 一個是司機的服務排除不佳 這個就是運量下跌的主要原因 啊我們就要去問說 一來我這麼運用 會在五年到現在那麼多 我告訴大家說,五年有一些公車的公車 所以說,這裡市民會去坐 隔壁的公車,這是一個原因 就不對 問題是,一條你跟我說 我們現在的公車處的總原額是1200多 現在實際上面,司機人員的數只有1100多 缺了100多名 這個,除了他們的朋友 就是說,他們現在比五年 挺多,很累 所以他們比高起來 他們新租還會增加 那十次的時間增加 所以對他們來說,他們的肚子比較大 所以他們說,現在就是台大比較壞 因為他們的事比較累 這是一個重點 這在我們的公車,我們運作的 那就是,早有到成分的 早有到他們的贏的成分的 就是我們台大公共車的保險 那是早有成分的,就是盈貴自負 我們現在知道,市政府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財政部,我們很大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把發股很高 拿出很多的公條 來給這個公車兩隻 問題是我們現在要公盤檢討啊 哪一些路線,它是不是跟捷入 跟輕軌的路線有重複的 哪一些路線,它的運流真的是比較多 多到我們以前都要用保險的 改變去進行這個路線 這兩種的路線,我們就要去檢討好了 有年喔,我們總共拿四千萬的基地獎金 問題是,今年這樣看 有年全面下降 現在,因為可能一聲音都拿不到 一聲音都拿不到 一聲音都拿不到 總共這個啊 你可能是保險你就放下了 你的設備,你的環境都沒有好 不然你一直就放下了 然後,你也開始出現一些寧願 所以啊,本來在坐公車就沒想到坐了 你的運流就越低 越低以後,你拿不到的保險 你做一個惡性訊號 這是靠我們重點的事情 剛才我在坐的有分 我會讓你放10年以後 248 這個301 其實,他這都是跟捷運 一樣的交換在坐的公車 啊,問題是 有機會有一些 我會拿去 改成的問題就是 有一些,是要拿去拿去的 所以他 拿去拿一個差五歲的 真正,就是一定要穿這些的公車 他可以開對抵運 所以他就欠攜,開公車 問題是 我們的作法 他 DI什么 是一種五雲 不完如果 Buffet 兩個好了 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 我要舉一個 Pizza 才會開公車 這是第一點 ederim ких內美金 在差不多 第二點 對於一個 運量路線 我們要有其他方式去替代 譬如說偏鄉地區 它可以有公車室小房 這個方向也要撒到久了 我們要把主委集中創造一個方向 就是花更少的錢 能夠載更多人的這個目標 所以這裡我們的交通局長 是不是能夠在大會之後 提出一個運量、績效、改善的具體方案 然後我們要告訴我們這裡有一點點 就是說我們在兼命 你的配將率最多分 也是有人會幫你放棄 也是有人會幫你放棄 問題是你要用你專家的科務 來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的主委集中務局 是不夠用的 包括有那麼多 最後我們要把資源集中 創造一個運量能夠上升 一個集中資源 去做你公車營運績效的改善 這個事情 拿到交通局長 提出一個改善的方案 達到這個花更少錢 再更多人的目標 我們的保護局真的是有比較多喔 我們的交流 三十七公公里 台南四十三、台北五十五 保護局是一個方向 我們的主委會會跟我們說 他也不知道這個保護局 是真的有用力 改善出你的新租界保護嗎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我們不知道 這個 這個 也是要這麼高 你檢視這個補助金額 是否有用於改善駕駛員的職業環境 主委會有後的 有後來有 這個後來有的品質出來 那些不夠的資金也要保護 你不可以讓這些資金一直在過了 那些就在來中 幾個月說不好 所以我們市民的安全也不好 對整個公車的品質也不好 所以這應該是覺得 怎樣去補助 這些的交通的資金的緣額 差一百多米的事 這個反應嗎